然後並沒有收據 梁國雄就說他在去年10月接受黎智英的50萬捐款 現在是由律師保管 用在社民連的法律訴訟 他以誠敬 今次的處理方法很差 需要截協 只不過黨內會更加慎重處理 願意接受公眾的監察 對此 明記者Michael Chichani 怎樣看 我們一起聽聽 今日的我的題目是 千萬捐款北靈北白 市民應當追問到底 蘋果日報老闆黎智英涉嫌捐款千萬港元給泛民的醜聞 香港市民應該任由他慢慢膽去 如果涉嫌違反利益申報 立法會應該徹底調查事件 對政黨的政治捐款是合法的 不強制要求申報 對立法會議員個人的捐款也合法的 但需要對立法會利益申報 傳媒應該持續關注這宗醜聞 直到所有問題都有答案 很多問題有待解答 2012年立法會選舉 黎智英是否曾經捐50萬港元 給毛孟靜助選呢 黎智英承認有過 但毛孟靜否認 到底誰說的是事實呢 毛孟靜否認任何來自黎智英的捐款 如果他真的一分錢都沒有拿過 那他應該令黎智英澄清 報道說陳淑莊也收受了捐款 為甚麼他一直保持沉默呢 他在2012年立法會選舉中被擊敗 但在競選過程中 他仍然是立法會議員 黎智英是否曾經為他競選捐款呢 如果是 那他為甚麼不向立法會申報呢 如果他沒有收受任何捐款 為甚麼黎智英不跳出來 說自己沒有捐款給陳淑莊呢 我們需要他們兩個給一個答案 一個親身的經歷 過去八年裏 陳日君用他收受的2600萬港元 做了甚麼呢 他並不否認這一筆 來自黎智英的巨額捐款 但他一直拒絕擋出這一筆錢的去向 天主教教區聲明 陳日君沒有把捐款交給教廷 一個這麼高級別的宗教領袖 為甚麼可以拒絕對公眾負責呢 而香港聖工會大主教鄺保羅 敦聰民主運動者保持沉默 就像耶穌被釘起十字架時候一樣 他是言論卻遭到泛民的嚴厲批評 但陳日君主教如今卻保持沉默 那不是很諷刺嗎 陳日君是否覺得自己被迫害了 想學耶穌一樣呢 泛民批評他們的政治對手 好像自己比白色還要白 他們表現得好像道德標準很高 但我們現在知道 他們在講人地短處的時候 自己亦都不乾淨 他們再不能夠表現得無比清白 並且已經失去了自己曾經丟綁的道德標準 泛民竟然接受一個 以民主為藉口 陷香港於混亂的人的捐款 黎智英真是這麼重視民主 當他去緬甸和反對昂山素姬的 軍政領導人談生意的時候 曾經費心和民主領袖昂山素姬見過面嗎 如果他見了面 他早就大肆宣揚了 我強烈支持為民主而戰 這是一個高尚理由 但我不想以香港市民的名義 為所謂的民主 假冒危事